来看到赖清德子弟兵林仪锦是涉入了诈领助理费案 最后以100万元来交保 不过面对一周内从陈宗燕李梦燕到林仪锦 迪戏人马接连出事 赖清德也在中常会撂下了中话 不管是谁只要犯法就办 赖清德子弟兵台南立委林仪锦 涉嫌诈领助理费台南地监署彻夜征讯 长达6个小时到天亮 林仪锦本人以100万交保 她的黄信服务处主任则是深压境界 我盆头刚到 带着口罩却藏不住皮态 林仪锦从政30年争议不断 自己2023年曾被指控介入他人婚姻弟弟林仪锦 在环保局任职期间 也被爆出信骚标骂同事 甚至酒驾躁逃 连他的出信特助也疑似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 成立了三家科技公司 从2019年开始连续五年 标下地方政府总共9000多件工程管理费的标案 从炭粉冷气台灯卖到轰碗机 传出赚到了上亿元 是不是台南有这个形势 清德兄我想他也知道 光电常照谁在报 这些案子不厘清 不半个水落石出 就已经不再是谁的本命区了 赖信德迪西人马一周内三人中枪 先是陈宗燕被以贪污罪起诉 林梦燕爆出十年婚万情 直接丢官 如今林仪锦还涉案交报 赖总统在中常会喊话 任何人只要涉及非法 检掉就要查办 而李梦燕的小三却在这时候发声明 澄清房子是自己购入 绝非外界说的金屋藏交 也再次向李梦燕的家人致歉 玩偶怒轰 闯照不就是你自己流出来的 是在言什么 来信德同样对党内下重话 要大家私生活克制检点 不同于过去蔡英文时代 压案吃案甚至重放 来信德连自己嫡妻人马都开到 是我想告诉党内外 自己的底线在哪